敢动我妹妹 你找死 刘少等人惊恐万分地盯着丽天行 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这家伙究竟干了什么 居然得罪如此恐怖的强者 丽天行将灵气注入妹妹的身体 快速修复着她的伤势 这些年妹妹应该也受了不少苦 想当初冒着鼻涕泡 轻腻地叫着哥哥 现在都成大姑娘了 丽天月恢复了伤势 但她还是躺在地上 这些年她实在是受够了 心很累 还不如死了一了百了 只是临死之前 她很想见见自己失踪的哥哥 小月还不敢紧起来 十年不见 哥哥都不叫了吗 你是我哥哥 哥回来了 以前欺负过你的人 哥会帮你狠狠教训 哥真的是你吗 好了就从他们开始吧 你你想干嘛 我我警告你 你最好不要乱来 你知道你杀掉的人是谁吗 那是李氏集团董事长的儿子 我父亲是刘屈 你要是敢动我 我父亲和李氏集团都不会放过你 放心我不会动你 我会杀了你 耶稣也拦不住 小月你怕吗 不怕 有哥在我就不怕 不怕就好 轩儿 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爸 快来救我 有人要杀我 我在李少的庄严 不要 你不要过来 我警告你 不管你是谁 敢动我轩儿 我会让你付出惨重的代价 杨不教父之过 你敢来我会连你一起杀 不信你可以试试 走吧 哥带你回家 哥 利天越欲言又止 他不知道这十年利天行到底去了哪里 哥哥现在宛如地狱归来的死神 手段伶俐 杀法果断 是不是害怕了 不害怕 我是怕你被李少和刘少的父亲报复 到时候我就说人是我杀的 反正我有病 活不了多少年了 傻妹妹 有哥在你的病完全不是问题 放心吧 以后哥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 哥 虽然哥哥手段伶俐 但我完全不在乎 哪怕哥哥是魔鬼 也是我的亲哥哥 刚走到庄园大门口 一群鹤枪实弹的寻补 已经严阵以待 双手抱头蹲下 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利天行右手一挥 龙云飞剑出现 整个人气势 吹吹吹猛兽 凌厉森然的杀意 压得众人喘不过气来 走吧妹妹 哥带你回家 利天行的气场太强大 而且突然出现了场间 让他们敏锐地察觉到 这些都不是一个正常人能表现出来 站 再不站住我就下令开枪 哥 没事 有哥再没人能伤得了你 这个人太恐怖了 刘区你赶快下决定吧 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杀了 被我一掌拍成血污 死无全尸 我的宣儿 刘区浑身一馋 咬牙切齿地盯着利天行 儿子都死 他也不顾什么后果 快 快开枪 打死他 瞄准他脑袋 给我狠狠的打 没用的 哪怕没有灵气护体 你们也伤不到我分毫 你 你不要乱来 快 快护送刘区离开 离开 你们觉得可能吗 所有人都精品地看着这 利天行轻轻打了个枪 在场所有人全都被他截取的记忆 哥 我们是怎么出来的 李少和刘少呢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当然是用脚走出来的呗 难不成飞出来的 李少和刘少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 不用怕他们来找麻烦 说到这里 利天行故意岔开话题 家里没菜了 我们买点菜回去 好不容易团聚 今天我们好好庆祝一下 庆祝过后就该找鲍爷算账了 吃完饭后 利天行便找了个借口 独自出来了 谁 干什么的 叫你们那狗屁鲍爷出来受死 快 快去通知鲍爷 小子 你是第一个赶在我庄园杀人 说吧 是谁请你来杀我的 不管对方出多少钱 我愿意高他三倍的价格 你知道利安和人血吧 有点熟悉 我想想 很多年前 他们似乎找我带过我了 想起来了就好 这样你也可以做一个明白股 我就是他们的儿子 哦 此话一出 鲍爷脸色当场大变 这小子是替他父母报仇来了 张龙赵 此死交给你们了 打断他双手双脚 我要他这辈子都替我们乞讨赚钱 这些年想杀鲍爷的人 可他还是好端端的活到现在 凭的就是张龙和赵虎二人 你不应该来报仇 包爷发话了 就算我们不想对你出手也没办法 真气外发 在士族之中实力还不错 给你们一次出手的机会 你居然能够一眼看出我们的境界 有点意思 让我来瞧瞧你究竟有多厉害 面对我们两兄弟还如此无动于衷 这不可能 哪怕你是先天静的高手 也不可能毫发无伤 别说先天静了 就算是三花锯顶的强者 也不可能做到这一步 一招结束了 你们还有一言吗 联手了吗 没用的 你们的实力太弱了 在我面前任何攻击和手段都是徒劳 不可能 你怎么会这么强 有什么不可能 你们修武我修仙 修武的又怎么可能打得过修仙的 两人刚想说什么 脖子就被瞬间捏碎 死得不能再死 看在修武不义的份上 我留你们一句全尸 你 你别乱来 包爷 你快走 我们拦住他 我们这么多人 就不信他真敢把我们全杀了 好兄弟 如果我这次可以活命 一定善待你们的家人 你们谁都逃不掉了 我要杀人不会在乎数量 也没有人可以阻止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千倍还之 哥 你看新闻了吗 包爷和刘区都死了 真是报名了 这些人平日里坏事作绝 就该有这么一个人惩治一下他们 现在我们好不容易团聚 你们今后也要多加小心一些 爸妈你们不用担心 有我再不会有事的 这些是他已经用结义术截取了他们的记忆 所以他们现在并不知道是谁做的 妈 这张卡给你们 这是我师父临终钱给我的 里面应该有不少钱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 还是留着给你娶媳妇用吧 我们现在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 不用 凭借我这些年跟师父学的本事 赚钱还是轻轻松松的 对了 明天我去买些草药回来 给你们炼制一些调养身体的丹药 这些年你们为了我身体都累垮了 必须补回来 哥 今天我们有补习 要晚上九点才放学 到时候哥来接你放学 哥 你最好了 我是你哥 不对你好对谁好 快去吧 小雪 你在想什么呢 既然确定了凶手 直接叫人把他抓起来就行了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 此人实力不凡 万一把他激怒 让他干出什么出格的事 谁来承担 小雪说的不错 你还得多学学 凡事不要光看表面 要懂得多方位思考 小雪 总督把这件事交给你处理 你觉得该怎么办 我们全力配合你 先锁定他具体位置吧 我去近距离接触一下他 摸摸他的底 另外 你们联系一下特战队和国安那群家伙 不行 你不能去 那家伙杀人不长眼 你去实在是太危险了 万一他对你出手咋办 对方又不是真的杀人恶魔 也没见他对无辜的人下手 能有什么危险 再者而言 他遇到危险还加入什么中腕组 这时栗天行利用神石找到了一家名为中草堂的中药物 麻烦你找一下这上面的药材 中年人接过药方 瞬间呆住了 是羊草 五百年的人生 五百年的核手屋 他一个店员哪里见过这些名贵药材 小兄弟 你要的药 我们这里没有 你们有 真没有 发生什么事了 我是中草堂的首席中医师 有问题可以跟我说 他医术不精 不认识上面的药材 这张方子给你 罩着方子把药材给我 老者有些不愿 居然说他们中草堂的医生医术不精 可当他扫了一眼方子之时 整个人脸色一变 小兄弟刚才多有冒犯 还请您恕罪 这两样药已经提前给您准备好了 请随我来 栗天行有些始料未及 按道理老者不应该认识颜年丹的丹方才对 为何对他如此尊敬 也只有认识的人才知道 这张丹方究竟有多珍贵 敢问小兄弟 终神医是您什么人 一个星期前 终神医替青山市的王家老爷子看病 让他们中草堂弄两位药材 分别是治养草和千年龙须草 刚才终神医打电话过来 告诉他和派人来取 他这是把栗天行当作取药的人 何人敢冒充忠爷爷的徒弟 王少爷 您怎么来了 不是来给我爷爷拿药的 您是来拿药的 那他是 他就是骗子 竟敢骗到我们王家和忠爷爷的头上 他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把药材备好给我 栗天行也懒得去解释 他来这里是买药的 也没有冒充身份 纯粹是老者认错了人而已 这小兄弟 这药是给王家准备的 刚才是我弄错了 你是认为我不敢动你吗 当真以为我爷爷病了 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撒闹了 我最后说一遍 把药材备好给我 不要再让我重复 否则这里会血流成河 王家想要也行 就看有没有实力从我手中拿走 畏首畏尾 顾忌这顾忌呢 还凶什么仙 别人如何评判他不管 这就是他的行事作风 也是他做人的宗旨 给我打断这小子的手脚 我要他后半辈子在轮椅上渡过 是 两名保镖钻着拳头 不怀好意的朝礼天行靠近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自闯 那就别怪我们心狠手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 动辄杀人 就不怕受律法的制裁吗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竟然还有如此穷凶极恶之辈 你 你 你竟然敢杀人 我告诉你 你彻底完蛋了 别 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是王家的三少爷 你不能杀我 救命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 我给他一千万 我也想赚这个卡 可也得有那个实力才行 没人能救得了你 我要杀的人 耶稣都保不住 在场所有人 齐刷刷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内心生腾起浓浓的恐惧 等回过神来之后 杀人了 杀人了 说是迟 那是快 其实这一切就发生在一瞬间而已 什么王家 在他眼中 都是蝼蚁 现在可以把药材交给我了吗 好 好 我 我现在就去 老者吓得脸色苍白 随后颤颤巍巍地朝药房走去 很快老者将要打包好 一脸畏惧地递给力天行 杀人了 杀人了 我是中岸祖慕荣雪 你不用怕 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王家三少爷被杀了 还有两名保镖 杀人的是一名年轻人 什么 你刚才说被杀的是谁 是 是王家三少爷王凯威 在青山市竟有人感动我王家的人 里面发生什么事了 老夫刚才好像听到有人被杀了 中神医 凯威被人杀了 杀人者就在里面 留给你爹的时间不多了 马上联系中草堂的人把药送来 其他事情你自己看着解决吧 好 我这就去 不用联系了 枝羊草和千年龙须草都在我这里 王凯威也是我杀的 正好王家的人来了 他也揽了一个 倒是那名中神医 让力天行有些意外 竟然是一名修士 还达到了壁谷境 不过在力天行眼中 壁谷境只是寒丹学部的婴儿 小畜生 你当真好大的胆子 杀我侄儿 还抢我爹救命的药 你这是一点都不把我王家放在眼里啊 此人就是杀害刘屈和豹爷的人 正好现在可以让王家将他击杀 纵使杀不了 也能摸清楚他的实力 王忠 你退下 小兄弟 质养草和千年龙须草 你得来也没用 这样 就当我们交个朋友 你把这两样要给老夫 你杀王凯威的事就死一笔勾销 如何 交朋友 你配吗 疯了 彻底疯了 这可是大名鼎鼎的中神医啊 就连青山市总督都要给其三分薄面 多少人想巴结中神医而不能 这家伙不仅杀人如麻 还目中无人 这下看中神医怎么办 小子你太狂妄啊 得罪我们王家可以 但你不能藐视中神医 今日你必须得死 谁都无法救你 爆出你的尸门吧 能认识质养草和千年龙须草 并且出手明强 别跟老夫说你没尸门 你还没有资格知道我的尸门 能跟我对话 已经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了 众人彻底惊呆了 把他带下去 如何处置不用我说了 让王忠把利天行带下去 意思就是让王忠把利天行杀了 杀人而已 何必这么麻烦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王忠的实力我是知道的 既然被瞬间秒杀 我竟然还感受不到 他气息的波动 此人至少也是凝聚了 金丹的强者 金丹啊 我这辈子也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关键还把他给得罪了 刚才多有得罪 还请前辈不要计较 所有人傻眼了 原以为中神医会替王忠报仇 没想到竟然当众给人跪下 还好没有选择直接出手 若是直接出手 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中神医虽然是神医 但一身本是在警方的系统中 也是有备案的 小雪 客战队和国安的人已经到了 你们不要过来 没有我的命令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有些人不是你能得罪的 有些事不是你能控制的 我需要这两样药 王家老爷子也需要 这就注定了他不能活 是 是 看在你认错态度还不错的份上 这次给你一条活络 感谢前辈不杀之人 你先别急着谢我 死罪可免 但活罪难逃 你应该庆幸我只是废了你的丹田 而不是杀你 多谢前辈手下留情 你好自为之 若还有下次 我会让你魂飞魄散 中神医你在干什么 你们这群混账东西 还不赶紧让凯 中神医 请恕我们难以从命 他杀了凯威少爷 还杀了王二爷 若是就这么放弃离开 我们还如何在青山石立足 我知道你实力很强 可实力再强 蚂蚁多了也是可以咬死大象的 鱼锤啊 你这样做会让王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的 给你三秒钟时间把药材交出来 要不然别怪我们跟你死磕到底 是吗 那我今天就成全你们 那天行脸色一尘 身上一股如深渊恶魔般的气势爆发出来 小雪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王家来了这么多人 王家的人要对凶手出手了 你赶紧通知特战队和国安的人立刻做好准备 一群蝼蚁 今日我便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绝望 飞剑 居然是本命飞剑 能拥有本命飞剑 最少也得达到袁英靖 原以为他只是金丹靖的高手 没想到居然是袁英靖的强者 完了 彻底完了 这次谁都救不了王家了 李方 你马上问问国安那群人 问他们知不知道本命飞剑 你怎么知道本命飞剑 慕容学耳机中突然传来一阵威严难声 显然是国安的人 凶手拥有本命飞剑 目前快跟王家的人动手了 于是问问你们 你立刻马上离开 豹爷和刘区不出意外是白死了 随时事关重大 已经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了 我现在立马向高层汇报 在场所有人全都被这恐怖的场景下摸 他们以为仗着人多能够对付利天行 没想到他们连利天行的衣角都没摸到 就死了这么多人 你求求你 不要杀我 他知道利天行很强 但没想到竟如此恐 这群保镖全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堪比军队的特主兵 以为我放过终神医 就觉得我脾气很好 是吗 恶魔 你这个恶魔 你会遭天谴的 天谴 天又能奈我喝 这就是强者吗 果然不一般 慕容雪这群人 立天行早已经两然于胸 这群人只要不招惹他 他也懒得理会 我们还不动手吗 拿什么动手 你们不是官的吗 平日里不是眼高于顶 是财阿乌 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就不行了 你说谁是财奥物 眼高于顶 住手 李少 刚才是他不对 我替他给你道歉 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 我们还是等上面的通知吧 没办法 李方是李家的人 哪怕他们身为国安的一员 也不敢招惹李家 看在你的面子上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 上面来通知了 上面怎么说 让我们想尽以起办法拦住他 上面已经太强者赶来了 这 我们怎么了 你没跟上面说他可能是原因老怪吗 说了 上面也不敢肯定 他的实力和境界 所以派一名强者过来 想试探他的真正实力 那现在怎么办 我们真去拦住他 以此人的性格和实力 只怕会瞬间把我们击杀 没办法了 希望上面派来的强者 能够及时赶来 你们按捺不住想对我动手了吗 前辈误会了 我们不是想要动手 而是想问前辈尊姓大名 境界究竟达到了何等地步 我叫利天行 至于境界 你们认为是什么境界就是什么境界 我现在没功夫跟你们浪费时间 等你们那名强者来了 让他来柳湘村72号找我找 我的天 这特么是人还是妖怪 哪怕说出去 恐怕都没人相信啊 这特么怎么来 此人似乎也不是杀人辱马之辈 这不也没对我们动手吗 去查一下此人究竟是何来历 为什么会来青山市 青山市来了这么一尊强者 也不知道是胡适皇 当务之急 还是把王家的事情处理好 联系有关部门 让他们严令封锁消息 妥善解决好善后的事吧 才三里极品延年丹 还用了半个多小时 如果有炉顶就好了 刚才还晴空万里 怎么突然乌云密布了 是啊 看样子要下暴雨了 我衣服还晾在外面 得赶紧回家收衣服了 偶尔 你说上面派来的强者 是武者还是修士 如果是修士 又是什么级别的 闭上你的嘴 强者的身份和实力 不是我们能妄自揣摩的 刘阳兄弟 我师父怎么样了 此人是现任总督扬明 是王老爷子 让他有了今是今日的帝物 对他有再造之恩和治愈之恩 估计撑不过今晚 钟神医虽然医术高潮 没有药材也无力回田 希望这名强者可以对付他 把药材抢回来 请把希望二字抹掉 在老夫面前 没有人可以走过一招 扶秀 竟然是扶秀 公民前辈 不必多礼 咦 那边怎么突然聚集了一团乌云 刚才还没有的 这 好像是丹姐 难道有人练出了极品丹药 碳方向好像是柳湘村的方向 而且立天行刚夺走药材 便出现了丹姐 只有八九是他在练丹 应该不是 据老夫所知 就算是极品练丹师 想练制极品丹药 最快都需要七七四十九天 速度慢的至少要九九八十一天 或者更长的时间 也对 可这盘乌云是怎么回事 很明显此人是一名邪秀 正在修炼某种邪术 因为触碰了天地规则 不被规则所允许 所以降下雷杰 那太好了 这一次真是天助老夫 配合雷杰 以老夫的实力 必定可以将其斩杀 时机不等人 老夫先行离步 前辈小心 切勿大意 放心一切都在老夫的掌控之中 他逃不出老夫的手掌心 等你们赶来正好可以替他收拾 老者傲然自信 丝毫不把立天行放在盐里 言语间似乎已经把立天行紧了 走 我们赶紧跟过去 小雪 我们要不要去 你能跟得上吗 等我们赶去 他们战场都收拾好了 天上的丹杰欲演欲练 丹杰如果降临 方圆数十里都将遭受无望之灾 心情没有犹豫 他不想丹杰积无 而丹杰也随着三颗丹药的游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我的天 太厉害了 上面派我来 是让我来送死的吗 还好刚才没有贸然出手 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小雪丹杰 也敢在我面前放肆 太厉害了 他就不怕引来天地规则的愤怒 凝聚出更为恐怖的雷杰吗 这 这是四九天杰 这种天杰 通常都是想要突破到合体 其所必须要经历的天杰 死定了 绝对死定了 就算是猿鹰老怪 也不可能度过四九天杰 上次是六九天杰 这次却只是四九天杰 我看你也是越活越回去了 你确定要劈下来吗 既然不敢劈 趁我没发怒之前还不滚 滚 滚 浩瀚的声音 在广播无边的天地中 快速传递 令人头皮发麻 内心大震 一声就喝退 西九天杰 这是什么样的实力 太不可思议了 简直难以相信 伴随着四九天杰消失 利天行随意扫了一眼 老者所在的位置 刚才让他看见了自己的实力 龙祖的人应该可以老实点了 前辈 利天行呢 您把他杀了没有 刚才我们远远看见有血云降临 是您使用符纸召唤出来的吗 只是一点小手段而已 不必如此震惊 在他看来 面子比什么都重要 尤其是在小辈面前 绝对不能让小辈看见 那您把他杀了吗 这个小手段 只是扶修众多手段之一 威力虽然恐怖 但却不是老夫的最强手段 前辈 一天行您杀了吗 你们为什么非要揪住 这个问题不放 前辈不要误会 晚辈也是关心此人 到底死没死 没杀 跟他大战了好几百个回合 要不是他跑得快 我一招绝对让他灰飞烟灭 前辈当真厉害 不愧是扶修 只是此人实力强大 现在又让他跑了 会不会多生事端 他已经身受重伤 没有能力生出事端了 要不是无法确定 他现在的位置 老夫现在就去灭了他 带老夫回龙族总部基地 拿来定位法宝 再去对付他 不用定位 我知道他会去哪 前辈我们赶紧过去找他 趁他病 要他命 你知道 那老夫回去准备准备 这一次绝对不能让他逃了 他不是已经受伤了吗 还需要准备什么 前辈目非没把握战胜他 老夫没把握 他没受伤之时 老夫可以重伤他 他现在受伤了 老夫一只手就能捏死他 那前辈为何犹豫不决 推三左四 小三子 你闭嘴 前辈莫怪 小孩子年轻气盛 口无遮拦 等回去后 我让他面壁三个月 小孩而已 老夫岂会和他一般见识 不过还有下次 别怪老夫不客气 是是是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老夫如果还不去 你们还以为老夫怕了他 带路吧 好的前辈 前辈不愧是强者高人 前辈 根据他之前提供的地址 以及我们调查到的消息 他的家就在这里了 特么的 我还没想到办法呢 这就到了 未免太快了吧 就在这时 一鸣满头亮丝黑发 皮肤光滑柔嫩的美少妇 走不出来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丽天行的母亲人选 这么大的变化 自然是丽天行 延年丹的功效 请问你们找谁 你好 我们找丽天行 请问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母亲 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老者放出神识 感应了一下屋内 见没有丽天行的气息 这里交给老夫 先把他母亲带回去 有他在 不怕丽天行不就范 你要带走谁 他不是受伤了吗 怎么看起来一点事都没有 丽天行 我们是国安的 请跟我们走一趟 什么国安 小天 你犯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可能有点误会 妈你先进屋去 我跟他们解释清楚 丽天行利用阵法 直接把大门封锁 隔绝了所有声音 他不想让母亲和父亲 看到随后的场 前辈 您还愣着干嘛 赶紧出手呀 是啊前辈 把他捉住 我们也好交差了 我人就在这里 你看他干嘛 身受重伤还如此猖狂 今日你差池难逃 身受重伤 谁告诉你的 是他吗 那个 老夫突然想起 还有点急事 先行告辞 来都来了 也别想着走了 我给你一次出手的机会 让我看看 你在扶修的造诣上 究竟到了什么地步 前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究竟受伤没有 此事说来话长 如果老夫可以活下来 再慢慢告诉你们吧 总是老夫不是你的对手 今日哪怕拼了这条命 也要让你脱层皮 不画万千 不可能 你明明没有施展灵气抵抗 为何防御这么强 天地无几 乾坤戒法 不画万千 战 老者彻底猛了 他现在彻底明白 立天行为何能一生 喝退四九天节 这就放弃了 看来你在扶修的造诣上 也没多高 临死之前 我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扶修 虚空画符 竟然是虚空画符 能死在你的手里 老夫也不枉此生 偶尔 什么是虚空画符 为什么你们如此震惊 你只需要知道 虚空画符是俯修的至高境界就行 龙祖太需要这种强者作证了 至于被立天行杀的人 死了也是白死 要怪就怪他们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 红色五雷符 感谢前辈能让老夫临死之前大开眼界 你用不着谢我 我让你开眼 也是看在你修炼不义的份上 来吧 动手吧 如此震惊的场面 彻底把龙祖的人吓傻了 回去告诉龙祖和其他的人 这件事就此为止 关于我的事情 我不希望还有其他人知晓 这群人都是龙祖成员 保家卫国庇护百姓的英雄 他们只是执行正常程序 对于这类人 他内心还是很钦佩的 您 您不杀我们 立天行并没有领会 转身朝屋内走去 前辈放心 我等一定不把前辈的消息传出去 龙祖以及一切机构 都不会再打扰你 小天你没事吧 也不知道这门怎么回事 一直打不开 那群人走了没有 儿子都这么大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会解决 你瞎操什么心 儿子不是你从身上掉下来的 你自然不心疼了 我怎么就不心疼了 我只是觉得没必要过度关心 有家人的感觉真好 这些年跟着凌云子吃的苦 也算没白吃 若非如此 我也没有足够的实力保护家人 守护这份亲情 妈我没事 那群人搞错了 我已经跟他们解释清楚了 小天快快快 发生什么事了 小月上课晕倒了 可能是白血病发作了 已经送去医院了 好我现在就过去 你跟爸别急 妹妹不会有事的 小月的命咋就这么苦呢 好不容易有了治愈的希望 结果现在就病发了 小天他跟他师父学了这么多年本事 凭借一颗小小的丹药 就能让我们变得年轻 他肯定可以治好小月的 没了就不回来了 通知家属吧 你是什么人 怎么乱闯想救世呢 我是他哥哥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但人死不能复生 我妹妹没死 已经死了 心跳和呼吸都没了 我说他没死 他就没死 哪怕死了 没有得到我的允许 他也得活 他已经死了 你要冷静要面对现实 你认为他死了 那是你医术不精 我医术不精 你居然说我医术不精 涛姐 他怕是遭受不住这个打击 脑子出问题了 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他也是可怜 让他一个人静静吧 妹妹之前是哥疏忽了你 让你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痛苦 快看 他居然得试着试针 该不会想用银针救活他妹妹吧 他是不是疯了 死人没疯 看样子 他似乎还是有些本事的 放弃吧 我承认你医术很高明 可他已经死了 就连终神医也不能起死回生 终神医算什么东西 在我面前给我提鞋都不配 小伙子 你下针手法虽然高明 但做人还是低调一点好 绿天行暗的和他们多言 立即运转体内灵气输入绿天月 有了灵气的配合 身上的引流 以肉眼可见的素 迅速恢复预和 我的天 死者身上的伤势 怎么恢复得这么快 不可能 人的伤势怎么可能恢复得这么快 我不是在做梦吧 半分钟时间不到 立天月身上的伤势便完全恢复 现在的他已经和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域 要说有 那就是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 仅带一点残温的身体 现在已经大功告成 万事俱备 只要给小月魂魄还魂就好 身体伤势虽然恢复了 但人死依然无法复生 是谁如此大言不惨 想复活死 终神医 院长 你们怎么来了 怎么你有意见 你是谁 好像不是我们医院的医生吧 马上叫保安把他赶出去 道 快道歉 听到没 钟神医让你道歉 我 我让你道歉 嗯 钟 钟神医 你刚才说让谁道歉 我让你道歉 院长猛了 脑子一时间竟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钟神医的话他不得不照顾 对 对不起 不知前辈您在这里 还请恕罪 我现在没空跟你们计较 马上准备一间房间 我要替妹妹还魂 好的我这就去准备 虽然钟神医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 但他不敢不从 前辈您是想强行让您妹妹还魂吗 我想让我妹妹还魂 用不着这些 等会我叫鬼差把我妹妹的魂不主动交给我就行了 看来强者也不能受刺激啊 一旦受了刺激也会得失心疯 你们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差吗 死人真的可以还魂吗 我觉得是真的 连钟神医都叫他前辈 应该不可能有假 都闭嘴 不要打扰到前辈 天高地平 阴着阳青 地府鬼差 请我斥令 你召我们兄弟二人前来 所为何事 速速回答 否则拘你魂魄 拿你试问 你们不认识我 你算什么东西 有何资格让我们认识你 敢戏弄鬼差 跪下道歉 我们可以饶你一命 那天行脸色一变 一股浓浓的杀意迸发出体外 前辈不可 他们是地府鬼差 不能得罪呀 两位鬼差大人 前辈妹妹刚死 心情不好 这样 事后我们愿意补偿你们 少来这一套 照我们兄弟二人前来 就是为了在我们面前发泄的吗 废话少说 敢藐视地府威严 不可饶恕 先军拿他妹妹走 走 你们恐怕走不掉了 前辈 他们是地府鬼差 您别乱来 否则要酿成大花 你 莫非想对我们出手 敢触碰我的底线 全都得死 你 你居然敢杀鬼差 他万万没想到 此人竟然真的敢杀 巨魂拿破对他们来说是小意思 可要对付这种实力高强的修仙者 根本不可能 前辈 快快杀了他 不要让他通知地府 来不及了 我已经把消息传回地府了 现在谁都救不了你呢 地府鬼差算什么东西 杀了也就杀了 地府能奈我何 疯了 彻底疯了 你这个疯子 杀了鬼差还想让你妹妹起死回生 你以为你是谁 阎罗王吗 放心 我不会杀你 死对你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 十八层地狱之道吧 那便是你的归宿 这 就是你触碰我底线的代价 姐 解决了吗 好 好像没有解决 似乎有大麻烦要来了 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情况 他们在跟谁说话 殊不知 普通人肉眼难胎 又怎么可能看见鬼差 更不可能听到鬼差开口说话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趁着地府援兵还没来 赶紧跑 用不着跑 有我再没有人敢动你妹 死到临头还在装 等会儿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 话音刚落 白雾之中就出现一白一黑走出来 哪怕是普通人都知道 这便是地府之中的七爷和八爷 没想到连七爷和八爷都出动了 平时连见一面都很难 没想到这次为了救我们 既然出动了 死定了 这次彻底死定了 这可是人称七爷和八爷了 把大哥妹妹魂魄带上来 七爷八爷 你们实力高强 没必要用魂魄威胁此人 直接出手杀了就是 七爷八爷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小心翼翼地带着力天月的魂魄 朝礼天行走去 大哥 小弟来晚了 还请您恕罪 七爷八爷你们认错人了 此人是杀鬼差的凶手啊 敢对大哥不计 简直是罪该万死 能死在大哥的手中 是他的福气 也是他的造化 唯有将你打入十八层地域 才能以谢大哥心中怒火 吵死了 把他带下去吧 好的 不要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知道错了 大哥 他们有眼不识泰山 冒犯了你 现在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 您可以消气了吧 小黑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难道你还不了解我的性格啊 这 等回到地府 我们禀告阎罗大人 让他为你妹妹添加二十年寿命 你是觉得以我的本事 还不能为我妹妹提升二十年寿命 添加寿命 我的天呀 我妹妹提升了 我父母呢 还有那个老头寿命快到了 刚才受到不小的惊讶 也需要补偿 我 我也有份 小弟知道了 我会如实禀告阎罗大人 让阎罗大人来定夺的 去吧 好的 大哥再见 这 这是哪里 我不是已经死了吗 活了 活了 奇迹啊 他 他居然真的能够起死回生 哥 我 我没死 有哥在你怎么会死呢 前辈 我 一个星期后来找我 好的前辈 前辈大恩 晚辈莫齿难忘 他们话虽然没有说明白 但其中含义彼此都懂 能再次恢复实力 还让寿命得到提升 这真是天大的机遇 你们都出去吧 我爸妈快到了 当他父女看到妹妹痊愈 直接喜极而起 之前有多伤心 现在就有多高兴 爸 妈 我没事了 妹妹已经痊愈了 以后时间还长呢 我们先回家吧 对对对 这种地方真希望永远都不要来了 发生这么多事 现在终于好了 如果让你们爷爷奶奶知道 他们肯定会很高兴的 正好明天小月周末不上学 我们回老家祭奠一下他们吧 对了 你们三叔最近得了怪病 回老家正好要经过到乡村 我们顺带着一起看看他吧 好的 我们先回家吧 刚到村口就看到一辆挖掘机停在路口 拆迁的来了 父亲并没有感到意外 似乎早已知晓 老丽亚你可算回来了 这小伙子就是你儿子吧 之前你儿子没回来 你拦着不让拆 现在可以让我们拆了吧 上面决定赔偿你三十万 不少 三十万 隔壁才五十多瓶就赔了八十多万 我们一百多瓶才三十万 这样吧 我看你也不容易 你让嫂子和侄女陪我吃顿饭 我私人给你补贴二十万 你觉得怎么样 你 你特么敢打我 来人 给我废了他 特么的 敢动我画根 赶快跪下道歉 道个屁的歉 五万块 打断他的双腿 除了是老子给你们都整 五万块啊 这比我们辛辛苦苦工作 赚钱来得快多了 小天 保护好妹妹跟你吗 自从服用了丹药后 她发现自己不仅变得年轻 就连力气也变大了 爸 我来吧 三个没见过世面的小混混而已 敢说我们没见过世面 我们兄弟三人出来混的时候 你还在穿开裆裤吧 小子 三人见过吗 我们可是经常见 是吗 他们全都下场 身为普通人的他们 何曾见过如此恐怖的场合 小天 你出手还是轻了些 像这种小混合 就应该狠狠地收拾 在父母和妹妹的目光中 仅仅看到 利天行抽的那人一耳光耳 因为他出手之前 就给他们下了半数 饶命饶命啊 这件事跟我们没关系 是他 都是他 我们只是拿钱办事 是啊 求求您 求求您放过我们吧 这一家子 真的是人吗 利哥 利哥 我错了 赔偿款是我贪了 上面赔的您一百五十万 这样 我凑个整 给您两百万 求求您放过我吧 我不想死啊 一百五十万就是一百五十万 多的我们也不要 是多少就是多少 没听到我老婆的话吗 还不赶快给钱 是是是 滚吧 好的好的 哼 在爸妈和妹妹的视野中 男人已经带着三名小凤混狼狈的离开 与此同时 青山是一座私人别墅里 一群人跟一个老者面对面的站着 而这老者不是别人 正是拥有神医之称的中天 天心死了 怎么可能 天心是豹爷扶起的供奉 杀豹爷的时候被利天行给杀了 天心不仅是武者 还是一名巷师 他连我有结束都能看出来 怎么可能死 顾名思义 连他有结束都能看出来 肯定也能看出自己的结束 仪者不能自依 画龙画虎难画虎 天心虽然是像尸 但却无法看自己的面相 真的死了吗 确实死了 他留在一羊门的灵魂欲剑破碎 不可能还活着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两名叫做张龙和赵胡的弟子 那你们现在如何打算 不管是谁 我们都必须找出凶手 替他们报仇 我们一羊门的人 不是谁都可以杀的 我现在已经失去了实力 我就算想帮你们 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果还拥有实力 他倒是愿意帮助一羊门击杀凶手 毕竟他跟天心关系还是不错的 我们已经通过他干女儿的身份和关系暗中调查 已经锁定了凶手 那你们来找我所为何时 此次来找你是想让你跟龙祖那边说一声 今晚我们要念门 让他们不要干预 我可以用一个消息当作酬劳 这个消息对你来说用处不大 对刘阳却是大功一斤 什么消息 最近我们一羊门偶然得知 阴邪宗一名邪修来到了青山市 邪修 邪修来青山市肯定不是旅游来的 绝对带着某种阴险毒辣的目的 若是可以捉住这名邪学的 刘阳身为龙祖之人 确实是大功一斤 怎么样 你觉得他会帮你吗 对方毕竟先杀人 先不说有这么重要的消息作为交换 单单是我出面 刘阳就不可能拒绝 中天也没犹豫 立即拨打了刘阳的电话 将这件事告诉给刘阳 看在偏心的份上 我得提醒你们一句 虽然刘阳答应了 但你们也要隐晦应了 此事给了解了 这个我们自然知道 放心吧 看来你并不知道青山市有极其恐怖的东西 要是你们不长眼招惹到 绝对会让一阳门陷入万劫不复之力 你说的是什么 至于是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们 总之你们不要节外生枝 到完仇就赶紧离开 青山市这么危险 你不招惹到那东西就不危险 好吧 我们走 哥 还没休息呢 你也老大不小了 怎么随便闯入哥哥的房间 你是我哥哥 我不怕 对了哥 你是怎么把我救活的 利天行并没有回应妹妹 而是略有所感朝窗外看了一眼 眼中闪烁着锋芒的沙瘾 妹妹这颗丹药给你 直接服用就行 哥有点是需要出去处理一下 傲长老 那人能够击杀天心长老 又杀了许多普通人 到现在还逍遥法外 只怕实力很强啊 我们现在贸然过去 会不会有危险 你是在质疑本长老的实力吗 有没有危险 我难道不清楚吗 需要你一名弟子来提醒 天心只不过是后天井出气而已 还是刚突破不久的 想报仇你们也得有那个神秘 这位小兄弟 我是一阳门长老奥无常 为何再次阻拦我们的去路 给你们一分钟 在这一分钟时间内 你们可以求援 也可以逃走 你究竟是谁 我们一阳门貌似没得罪你吧 你们要灭我全家 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吗 此话一出 奥无常身上一股强大的气势 骤然弥漫看了 赶上我们一阳门的天心长老 你还真是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自宠 此人看起年纪轻轻的模样 竟拥有斩杀天心长老的实力 今天往我无常 便叫你血肉横飞 小子你当真想死不成 面对本长老 你居然不闪不 当我闪避的时候 你已经死了 数字猖狂 结束了 之前还以为会有一场惨烈的厮杀 没想到却这么容易 我的手怎么会这样的 所有人震惊了 一个个看向力天行的目光 如同活见鬼一般 你 你是修饰之中的体修 体修 也可以这么说 难怪他能击杀天心 就连刘阳他们也不敢赖他如何 反而他们还要替他擦屁股 但是仅凭你一己之力 是无法跟一阳门抗衡的 你看这样如何 天心的仇我们不报了 从此之后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井水不犯河水 既然你们选择动手 要么杀了我 要么被我杀 杀了你们一阳门 确实会替你们报仇 所以一阳门也没必要留在世上 话音刚落 一股充满沙河的气息 宛如荆涛骇浪笼罩全场 据我所知 哪怕修炼到极致的体修 也不可能拥有这种本事 这种人放在普通人眼里 就是行走在大地的真神 好 快跑 一分钟时间已过 现在跑你们不觉得迟了吗 你 你这个魔头 杀人不眨眼的别魔 万我底线者 我会比恶魔更为恐怖 你们千不该万不该 生起杀我全家的想法 可我们还没出手 没有出手 就算拥有这种想法 也照样改死 利天行随即施展了搜魂术 片刻后便得知了 一阳门具体位置 轻松割下奥无常死 便朝一阳门赶去 奥无常死的 他所带去的弟子也全部死了 无疑性命 怎么可能 奥长老已经达到后天晴中期 怎么可能死了 是啊 奥长老的实力 在我们长老之中 也被排进前往 会不会是遇到了 那名因邪宗的邪修 本座也在想 是否是那名邪修所为 不管凶手事实 我们必须把它铲除 关键我们现在 不知道凶手的具体实力 而且派谁去 吴长老去吧 不用跟凶手正面交锋 只需要探清凶手虚实就行 吴长老是一阳门 十大长老之中排名第一的 已然达到后天晴后期 在整个一阳门 是介于门主和太上长老之下 实力最强的存在 好吧 那我就去会一会他 没想到吴长老先晴 应达到如此的地步 看来距离仙天井 只有一步之遥了 我距离仙天井 的确只有一步之遥了 如果能有一场生死之战 在生死之间 堪破仙天傲目 我便可以成就仙天 这一次正好 是我突破的绝佳机会 希望凶手 别让我失望才好 吴长老 希望你可以携带 仙天之威强势回归宗门 到时候本座 会替你大板练习 同时退位让闲 谁 是谁 是谁如此心狠手辣 胆大妄为 割下奥无常脑袋也就罢 竟敢当着一阳门高层的面 把马带扔进来 这是欺负一阳门无人吗 今天不管是谁都必须死 哪怕天王老子来也保不了你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你有何本事 一瞬间 所有人紧张畏惧到了极致 我们一阳门何处得罪了你 以至于你如此心狠手辣 你们派奥无常替天心报仇 要杀我全家 难道连我是谁都不知道 原来是你 本就愤怒的吴长老 如火上交友 路不可乐 你是怎么知道 我们一阳门宗门驻地的 当然是用搜魂术 搜魂术 你是邪秀 正牌修士根本不可能使用 今天我便要替奥长老他们报仇 此人既然施展搜魂术 只有八九十阴邪宗的邪秀 跟那名出现在青山市的邪秀是一伙的 邪秀人人得而诛之 如今却猖獗到来 我们宗门驻地撒野的地方 请门主下令诛杀此人 请门主下令诛杀此人 诸可忍孰不可忍 所有人听令 联合击杀此人 替天行道 替老无常和天心长老报仇 一群蝼蚁般的渣子 也敢说替天行道 当真不知者无畏 死到临头还敢猖狂 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忌日 身为邪羞 不像老鼠一样藏着躲着 还敢来我们一阳门撒野 当真找死 纵使你在强后 赶来一阳门撒野 就注定你活不成 众多长老义愤填膺 对立天行仇视到了极致 他们之所以会这样 不仅仅是因为仇恨 还有对邪羞的生物动静 我是正也好 是邪也罢 不是你们这群蝼蚁能够评判的 就在这一瞬间 第一次跑步化身杀戮机器 没有任何感情的恶魔 来吧 全都出手吧 接下来整个一阳门 将变成人间炼狱 就凭你 该死的邪秀 吴超天看着被当面打死的城 滔天愤怒瞬间蒙蔽了他的霜 阳尊兴掌 剩下的人全都惊恐 看着这血腥令人发指 快快撤退 此人实力已经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吴长老快去后山请太上长老出关 好 其余的人拖住他就行 本座来助你们一臂之力 在我面前也敢自称本座 先天静的蝼蚁妈 既然你舍不得他们先死 那就由你代替好了 在众多长老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苍无疾直接被拍成一团血 你们门主替你们先死一步 接下来轮斗 一阳门长老如超天 拜见三位太上长老 眼下一阳门遭遇秘门危机 恳求三位太上长老出关退敌 后天静后期 仅差一步便可不入先天 不错不错 天佑我一阳门 看来用不了多久 我一阳门将再次诞生一名先天高手 但照一阳门如今发展的势头 假雨时日 必定可以步入大宗门行列 光宗耀祖 事态危急 三位太上长老还请夫妇出关 已经危机到这阳门了吗 两位师兄你这么容易过去呢 我们这把老鼓动也该活动吧 走吧 一起出去看看 闭关多年是该活动一下 省得一些萧小物以为我们一阳门无人 胆敢犯我一阳门 不管是谁 既然来了 那就别走了 但咱们三位太上长老现在达到了何种境界 先天后期 先天后期 三位这可是真正的强者呀 在真正的强者面前 这根本不算什么 也只有打破智固成就三花聚顶 才能真正配得上强者二子 饶是如此 也足以轻松斩杀来犯之人 胆敢犯我一阳门 今天便叫他身死盗销 又来无回 死了 全都死了 被他全杀光了 畜生啊 你还是人吧 一阳门究竟跟你有何深仇大汉 让你下此寒手 历天行也没做任何解释 他只遵从本心行事 不在乎外人的目光和言语 先天后期 实力不错 如果你们选择自尽 我可以留你们魂魄转世投胎 若是让我出手 你们将魂飞魄散 大言不惭 你以为你是谁 地府阎罗吗 杀我一阳门这么多人 此仇不共戴天 两位师兄 我们一起出手 切勿让此人逃了 好 布阵 有一般的渣子的旺 无视神 今天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 他 他居然可以凭借肉身飞行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凭借肉身飞行 三名太上长老双目圆 歇斯底里地看着这惊世骇俗的一幕 在这种强者面前 什么先天后期 什么丧发剧底 通通都是蝼蚁一般 不堪一击 前辈 我等愿意自尽 还请您高抬贵手 太晚了 当你们起头 烧我全家致辞 就已经注定了一阳门的不能 哥 你刚才出去干嘛了 解决了一些小麻烦 对了妹妹 学校里面还有人欺负你吗 没有了 他们现在都不敢靠近我 倒是学校一些小混混 他们还想让我照着他们 那行快去睡觉吧 明天还要去祭祖呢 大哥大嫂 这么多年不见 没想到你们越来越年轻了 都这把年纪了 哪还年轻 三弟有没有好点 没请医生吧 他到底得的什么病 还是老样子 请医生来看了 全都不知道是什么病 全村有十多个临死之前症状全都跟你三弟一样 你们如果再晚来几天估计都见不到他了 出去 滚出去 给我滚出去 广人 大哥他们来了 三神你别急 你们先出去 照顾好你妈 嗯 小天妈知道你医术好 可你三叔 放心吧妈 没事 我让你滚出去 你没听到吗 你自己出来吧 在我面前不用玩这种小把戏 看到这房间的黄浮了吗 前两次多管闲事的人已经死了 给脸不要脸 非要逼我动手 出来 浩强 你是被人养的小妖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件事不算完 赶快摩好事 你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老鼠妖撂下很发 企图想逃走 怎么回事 我怎么动不了 这半行径的妖丹跟妖王的妖丹差得也太远 妖丹对修士而言 无比珍贵 珍贵程度甚至高于一些天台地宝 救命救命啊 求求你放过我吧 姐姐姐 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人听见 是谁 好大的胆子 竟敢杀我小鼠 该死 全都该死 小天太谢谢你了 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啊 举手之劳 三人不必感谢 大哥大嫂 这些年是我们对不起你们 之前的事我们也没能帮上你们 好了 大哥又没怪你 要是怪你 你认为我们还会来看你吗 来了大半天了 也不给大哥泡杯茶 我去给大哥泡茶 你们聊 我去上个厕所啊 老鼠精虽然死了 但事情也没有解决 看来不是你们杀了小鼠 背后还有高人 一群娄一半的东西 我要用你们的血 来洗刷我心中的怒火 这是阴邪宗的幽冥魔宫 大家务必小心 有点见识 居然知道幽冥魔宫 既然知道 那就应该明白幽冥魔宫的魔宫 跑快跑分散跑 逃在我面前 你们还没有逃走的实力 完了 此人还会血震 像你们这种龙鱼 永远无法想象我有多强 因为我就是神 邪神 如果你是神 那我岂不是天 你是何人 我劝你别多管邪神 省得给自己招惹杀神之火 杀你老鼠精的人 是你 死 死 我要你死 前辈小心 皮肤汗术 不自量力 萤火之光也敢跟昊月争灰 不 不可能 你 你怎么会这么强 本来你可以活命的 非要找死 你不能杀我 我是阴邪宗长了 你敢杀我 阴邪宗是不会放过你 邪修宗门 我只听说过血神宗 不知道什么狗屁阴邪宗 血神宗 你居然知道血神宗 废话真特么多 死了 这就死了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前辈 您还没给我们解开邪阵呢 前辈怎么离开了 他不是来救我们的吗 邪修都被他杀了 波各阵也只是顺手的事情 他都不愿意 甚至正眼都不瞧我们一想 仗着自己实力强 也太傲慢无理了 闭嘴 此话一出 刘阳下的浑身一哆嗦 赶紧呵斥住此人 殊不知 这等强者哪怕在千米之外 也可以清晰听到他们的对目 这就是冒犯强者的代价 强者的尊严不容泄斗 已经十年没回来了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以前的泥巴路 现在都成了水泥路了 大哥 要不要把大姐和小妹叫过来 不用 我们家和他们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好吧 不过对面就是大姐家 等会他要是看见 恐怕免不了一番嘲讽 看见就看见 不理会就行了 哟 我当是谁 原来是大哥大嫂 你们这是化妆了吗 穿着品位也提升了 倒是穿那人模狗样了 我们走 大哥现在想起给爸妈上坟了 是想让他们保佑你吗 对了 这是执女小月吧 不知道有没有男朋友 有也可以分了 正好镇长儿子也是单身 不如撮喝撮喝 镇长很牛吗 别说镇长的儿子 哪怕省总督的儿子 也配不上我妹了 小兔崽子 这是我们大人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此人正是大姑老公里天成 也是同兴村的村长 你说什么 没听清 能不能再说一遍 我说小兔崽 想要找死你就直说 混蛋 放开我老公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就别想活着离开 你快放开我姐夫 否则我们报叔叔了 大哥 这就是你带来的人 你还算什么大哥 小兔崽子 你最好犯了我 否则我让你吃 不要兜着走 小天 快把人放下来 等会儿闹出人命了 好 我放 随即令他行 便对父母施展了半数 他不想让父母看到这种 小混蛋 只要你敢杀我老公 我保证让你陪葬 杀人而已 有什么不敢的 老公 老公 王策快报叔叔 这就是你们带来的人 你们这群杀人凶手 大姐 人已经放了 没必要不依不饶吧 在他们的事一中 李天行已经把李天成放了 人都被杀了 这是不依不饶吗 走吧 不用理他 走吧 你们尽管走 杀人潜逃 最佳一等 你 你还想干什么 像这种亲戚他不要演吧 敢触及他的眉头的人 都得死 拍照取证 检查身份赶快向上面汇报 头儿 康边正好有监控 我去调取监控 去吧 小雪 这穷乡僻的 我们来这里干嘛 你看看你整日操劳案件 人都瘦了 刚慕容雪看到现场情况后 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 李天行的容貌 难道是他 不可能 也许是相似 他这种级别的强者 怎么可能来这里 我们已经取得监控录像 上面应该有凶手作案的全过程 两位是否一起观看 好吧 传我命令 立刻锁定子人进行抓捕 这件事由我们中案组全全接手 我会向上面如实汇报 你们不要插手此事了 凶手都已经确定了 直接实施抓捕就行 为什么还要向上面汇报 有些事你不知道 也不能让你知道 你现在只需要明白 子人不是你我能抓捕的就行 抱歉 你们全全接手可以 但若想利用植物之便包庇死 绝对不可能 你一个小小的书长 我们怎么说 你就怎么做 还想不想干了 你们是重案 我们是寻补 你没权罢免我 更没有权命令我 所有寻补听命 立即锁定凶手 实施抓捕 完了 快联系上面 否则迟了要出大事 历天行是什么人 那可是屹立在巅峰上的强者 冒犯这类人 不止周正会死 所有寻补都得跟着遭殃 所有人立刻马上抱头蹲下 发 发生什么事了 各位叔叔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没做犯法的事呀 你们是来抓我吗 不错 到头蹲下 否则我们开枪了 我知道你关系很硬 刚才上面让我停止对你的行动 可惜我这个人眼镜比容不得一颗沙子 不管你是谁 都必须受到制裁 爸妈你们等我一会儿 来吧 动手吧 你 你到底是人是鬼 你不是认为我有很深的背景吗 现在我就让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敢动我 你现在还觉得可以抓我吗 他这才彻底不断 为何慕容雪和李芳会全权接手这件事 并且上报 下次抓捕凶手之前 记得调查清楚凶手的实力和背景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他欣赏周正为人正直 所以给了他一条活路 希望他以后不会来招惹自己 小天 他们又搞错了吗 不然怎么可能放我们走 是吗 上次家里来的人也是来抓捕小天的 这次又是 奇怪的是两次都搞错了目标 小天 不管你本事有多大 咱们做人不能忘本 要坚守自己的底线 你妈说的对 你也长大了 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但你不能做犯法的事 好 我知道了 周署长 你没事吧 他 他走了吗 已经走了 终于走 太可怕 刚刚都让你不要插手此事了 还好他不敢杀你们 否则你们绝对死无权失 他 他不敢杀我们吗 敢杀的话 你们早就死了 据我所知 周正是第一个冒犯了力天行 还平安无事的人 长老留下信号 通知我们过来 他自己人呢 会不会是出现意外了 这二人都是阴邪宗的成员 他们是邪秀临死之前发出信号 才追踪过来的 我好像感受到了邪阵的机器 说不定长老已经动手了 去看看 阴邪宗这是又来人了吗 没等来高手破阵 却把阴邪宗的人等来呢 武者 实力还不错 在士族之中也算是高手了 你们想必是龙祖的成员吧 想活命的话 就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前辈请问 我一定之无不言 他们想活命 所以先顺从他们的意思 布置阵法的人呢 死了 杀人者是谁 他叫力天行 就住在青山市 此人实力很强 你们要是想找他报仇 恐怕有据无悔 力天行 好大的胆子 竟敢杀阴邪宗长老 他死定了 这群人怎么处理 杰杰杰 自然是吸魂夺魄 英雄所见略统 两位前辈 你们不能出尔反尔啊 我们已经尽力配合你们了 出尔反尔 别忘了 我们是邪修 也只有你们这些正派表面上 假人假义 讲什么道义 别跟他们废话了 动手吧 对付一名金丹中期休士而已 何必我们这么多人出动 未免也太看得起他了 大家还是正视对手的好 邪老黑实力不弱 能被对方击杀 对方肯定是有手段的 要不然宗主也不会 判我们联合出手了 大家这么远来送死 还真是辛苦你们了 靠墙的气势 此人莫非是原鹰老怪 这位前辈 无等冒昧来到青山市 若有打扰之处 还请您见谅 很好 正愁不能把你们一网打尽 没想到你们宗主倒是挺配合的 还主动召集了所有成员 你也是邪修 您施展了搜魂术 应该知道 我们是殷邪宗的邪修 我们宗主邪功大成 实力飙升 您确定要跟我们殷邪为敌 邪修 你们认为是那就是吗 至于你们宗主 娄一般的渣子 也配跟我为敌 敢问前辈尊姓大名 我叫利天行 你就是利天行 杀了我们因邪宗长老的人 长老又如何 就算是你们宗主也一样 不可能 你不是金丹修士吗 为何会如此厉害 那是你们自以为是吧 此人看样子最少也是原鹰剑的强者 我们现在不能跟他硬捧一 前辈 您可能误会了 我们是来给您赔礼道歉 对对对 我们是来赔礼道歉的 前辈您好 礼物我们都带来了 这是一颗千年海珍珠 可以用来练这丹鸟 这是晚辈无意间寻到的避水珠 正因为这颗避水珠 才从深海寻到千年海珍珠 这是地风丹 也是西式珍宝 还有柱颜丹 前辈您虽然用不着 但可以给亲戚家人使用 这些宝贝 都是他们历尽千辛万苦 或是九死一生才得来 可现在他们为了活命 不得不把宝贝拿出来 杀了你们 这些东西同样也是我的 这些东西对他们而言是西式珍宝 可对利天行来说 有些东西他没用 但可以给父母和妹妹 马上回去禀报宗主 此人不可立敌 一群小小的金丹蝼蚁 也妄想从我手中逃命 好大的胆子 竟赶上我殷邪宗的人 这位道友 不知我们殷邪宗哪里招惹 竟让你下次欢迎 原鹰后妻 实力还不错 邪派之中好像没你这号人 正派似乎也没有 不知道友出自何处 又为何要灭我殷邪宗 你派弟子找我报告 还不知道我是谁 利天行 此人至少也是原鹰后妻了吧 看来是请报有 我们被提供消息的人骗了 也怪我没有调查清楚 利天行的真正实力 既然道友已经灭了 殷邪宗那么多弟子 现在可以平息心头怒火了吗 什么时候邪秀 变得这么狠话了 既然不说话 那就出手吧 我给你一次出手的机会 道友当真不可罢休 在我面前 没有罢休罢休 有的仅仅是你死或者我死 好好好 那就用你来试试 反处最近大成的邪功 换邪宗君手 这不是邪神宗的说法 我知道了 你也是邪神宗的人 你是邪神宗宗主派来清理养户的 邪神宗宗 三番两次要求我以后结为道理 为此还传授了我邪神宗至高雄 用魔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慈像邪术只有历代宗主可以修炼 绝对不会外传 你信也好 不信 这是事实 你也别妄想用刚才的话吓唬我 接招 一招结束 你可以死 就算你也是元英镜后妻 你也杀不了本座 没人敢在我面前自称本座 我要杀的人 别说元英镜后妻 哪怕 合体后妻也得死 姐姐姐 老夫现在合体妻的实力 虽然只是短暂的 但对付你 完全足够 做起关签的龙 以为使用技术提升到合体妻 就能改变结局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 合体妻我单身 你们来干什么 前辈 明天就是您帮我恢复实力的日子 今天是给您送典礼过来 正巧总督知道了 也跟着一起来了 总督 总督都来了 哥你未免太厉害了吧 爸妈你们先回房吧 有些事你们不清楚 我来跟他们谈 想恢复实力也行 但你必须接受我的众魔大法 中天的医术还是不错的 恢复了他的实力 可以让他守护妹妹的子孙后代 众魔大法 可以控制灵魂的邪数 好 可以 能被利天行控制 相当于成了他的手下 能成为利天行的手下 也算是他的武器 恢复了 我的实力恢复了 恭喜中神医 贺喜中神医 感谢前辈再造之人 你带着他们回去吧 我需要你的时候 自然会通知你 好的 爸妈发生什么事了 我跟你妈被公司开除了 还要我们赔五百万 开除你们不应该公司赔钱吗 怎么反而要你们赔 还赔这么多 还不是你爸 人家开除他 他一上货 把老板办公室上的一尊玉佛打坏了 那尊玉佛价值五百万 五百万而已 又不是没有 赔给他们就行 现在只能赔钱了 早知道就不该那么冲动了 我也没想到那尊玉佛居然这么贵 丽安 任雪 现你们今日之内必须赔偿五百万 好 我们现在就给 你们能拿出五百万吗 你现在让老板提供号码 我们马上转给他 那我打电话跟老板说一下 抱歉 玉佛的真实价格是一千万 之所以让你们赔五百万 是怕你们没钱 既然你们有钱就按原价赔偿吧 滚 赶紧滚 爸妈你们先回去 这里交给我 你是他们儿子吧 我劝你最好劝劝你爸妈 否则后果你们承担不起 说吧 你们背后的人是谁 你想干什么 你要感动我 我一定让你好看 疯了 此人疯了 我说我说 求你不要上我 是李氏集团让我们这么干的 刚才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 老红 八方西财局是不是失效了 怎么这几天歼二连三出师 刚才来的时候 老夫已经查看了 并没有失效 按理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可现在出现了 问题应该在你的命上 那你赶快帮我看看 刚才一来 老夫就发现你硬堂发黑 好点红光 这是有血光之灾的征兆 血光之灾 怎么可能 我身边这八名保镖可不是吃素的 难不成还有人可以杀了我 你没听懂老夫的意思 直接跟你明说吧 你气运散得这么快 也许是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你赶紧想想 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你不能得罪的人 对了 当时儿子被杀 他给杨明施压 最后凶手主动现身 可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 上面随便找了个死刑犯 你想到是谁了吗 是杀我儿子的人 就是前段时间杀了很多人 最好用死囚犯顶替的那人 应该是他 老李 你真是糊涂啊 脸上面都不敢动他 就凭你 你儿子是什么性格 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人家没有对你动手 已经足够宽宏大量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 后悔也来不及了 老红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你快想想办法 这样 你让你的八名保镖联系他们的宗门 让他们宗门派遣高手过来支援 快 你们快联系你们的宗门 你先别急 等消息吧 宗主让我告诉你 他已经派遣强者赶来了 尹宗既然愿意出手 那问题应该不大了 你是何人 竟敢来李氏庄园撒野 要你们命的人 我强大的杀意 他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杀意 你们先离开 这里交给我们 如果尹宗的前辈来了 让他替我们报仇 今天谁也别想离开 前辈 之前是我不对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还希望前辈大人有大量 把我当个屁给放了 他修炼的应该是杀戮之道 求他是没用的 他不可能放过我们的 杀戮之道 利天行修炼的功法 确实跟杀戮有关 不过比杀戮之道厉害 诸伟是兄弟 横竖是死 跟他拼了 完了 彻底完了 利 利少 求你不要杀我 你给我个不杀你的理由 我愿意成为你最卑微的奴仆 一生一世供奉在你身边 当我的狗 我都嫌埋他 晚辈见过利少 这里善后的事就交给我吧 你是龙祖派来的 是的 看来龙祖强者还是挺多的 在利少面前 我们没资格撑强者 若是利少愿意 龙祖的大门随时为您敞开 身为修士竟随意残杀普通人 你童鞋修有什么两样 今日我便替天行道 环世俗一片清静 你又是谁 利少小心 此人是尹宗的先天强者 你报仇就报仇吧 装什么正义凛然 要么道歉要么死 给你三秒钟时间 你自己好好考虑 在我面前嚣张狂妄的人很 我可惜全都死了 好好好 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来吧 出手吧 我给你一次率先出手的机会 如果你不能一招杀了我 我就会杀了你 我以为我够狂了 没想到还有人比我更狂 你再不出手 我就不客气了 波噪 你你为什么这么强 先天中期确实很强 但在我眼里 你就是一个垃圾 死了 这 这就死了 你去通知尹宗宗子 别说我不给他们机会 天黑之时 我会亲自去尹宗 让他们做好准备 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 地少 尹宗被灭了 全宗上下无人存活 什么人干的 你不知道 不知道 既然灭了就灭了吧 还省得我亲自去一趟 地少 对方很可能是冲着您来的 此人应该是想把这件事推到您的头上 让您引起震怒 而且能面引走满门 此人实力绝对很强 没事 我知道了 谈完了吗 嗯 谈完了 我和你妈打算自己开公司 地址已经选好了 就是不知道房租怎么样 选好就行 明天我陪你们去看看吧 嗯 那先睡觉吧 兄弟 要不是我现在急需用钱 怎么可能一千万就出手了 此人名叫杨伟 利天行父母看中的房子就是他的 以前他自己也是在这里开公司的 不能租吗 租 这么便宜的都买不起 还想租 你们到底买不买 好 这房子我们要了 年轻人做事就是爽快 要我们买可以 不过价格得降一降 没问题 你们能给多少 五十万 多少 五十万 我没听错吧 没听错 并且这五十万不是我们出 而是你出 啥 你说啥 你们要买我的地 反正要我倒给五十万 这五十万是你的买命钱 你觉得你的命值不止五十万 此话和解 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又何必问我 能遇到我 也算你命不该绝 当然呐 求求您救救我 五十万就五十万 我给厂房也免费送您了 杨伟这几十年做什么都不算 总是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正因为这些事 他才急忙把房子卖出去 厉天行什么都没问 便能看出端倪 这不是高人是什么 除了给钱 你还得付出点东西才行 同时还要多做好事 弥补之前犯下的罪 好好好 只要能活命 让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行 以后我也会多做好事 爸妈你们送他去医院吧 我在这里处理点事 好 好 出来吧 好大的胆子 竟敢到我的地盘捣乱 你竟然是修士 难道是杨伟请你来对付我的 算是吧 早知道昨晚就该杀了他 雕虫小技也敢搬门弄 你给我过来 不可能 我已经突破到恶鬼镜了 为什么在你面前 连反抗的实力都没有 恶鬼镜而已 就算你是凝聚了肉身的骨架 也不可能在我手中掀起任何风浪 不 我不能死 求求您放过我 等我报完仇 再杀我也不迟 杨伟那个禽兽 我不杀了他 我死不明末 他老板杨伟把他给强行玷污了 事后还用他母亲的命来威胁他 他一直忍辱负重 可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 杨伟越来越禽兽 各种工具全部用在他身上 最后他活生生被这个禽兽玩死 我凭什么要放了你 我可以用一件天才地宝跟你换命 死宝名为玲珑草 在神龙驾东北方 玲珑草 莫非是九转玲珑草 好吧 天黑之前你就离开这里 抱完仇气地离开市区 去一个荒无人烟的大山 虽说收了杨伟的钱 也惩罚了杨伟 并且答应保下他的命 但他不向有些正派修士 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到 他想怎么做 全凭心意 感谢高人不杀之恩 刚到家 他便接到了龙祖那名老者的变化 所有得罪他的人 除了他杀了 其家属也全都被人杀了 历少 您有在听吗 我大概知道是谁做的了 以后这种事不用通知我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紧接着他脑海中 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个 曼妙诱人的声音 他来了 看来已经出关了 修行界又将掀起一番兴风血雨 你也错 哪里逃 你为什么要追着我不放 妖魔厉鬼 人人得而终止 老娜不管你和他有何仇恨 既然遇到了 管不能用你在老娜眼前害人 我是一名高人放生的 你要是敢杀我 他不会放过你的 明完不灵 既然如此 老娜就不客气了 救命啊 高人救命啊 他已经没有任何当 本能的活命念 让他喊出了心中最后的希望 小老头 死鬼是我帮的 你要收 他是不是得经过我的鼓励 这位施主 你放走力 鬼本就不该 若是传出去 就不怕被人说 你与妖邪为伍吗 我做事何时在意过他人评论 你今天要么鬼回你的庙宇 要么就留在此地 看来你已经误入歧途 长子以往 必将堕入无边地 今日老娜便要将你度化 让你皈依佛门化解涅障 你想度化我 你与我佛有缘 能被老娜度化 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小圣佛法万字印 也不过如此 你竟然能击贵老娜的佛门万字印 小成修我 大成修纵生 你既然使用小成佛法 不知是否掌握小成三法印 孽障 修得猖狂 今晚老娜必定不化了你 前辈小心 这老秃鲁极其厉害 切莫大意 着了他的党 孽畜 老娜等会儿再收拾你 不动明王 不动明王护身法 金刚怒目灭尸大法相 能达到禅天境 果然有些本身 好强 前辈快动手吧 否则来不及了 还敢站在原地 分明是不把老娜放在眼里 完了 彻底完了 我还没有报仇呢 不可能 你怎么会这么强 你不是要度化我吗 动手啊 怎么不动手了 刚才是老娜冒犯施主 既不如人 老娜认输了 一句认输就完了吗 老娜乃慈行寺方丈 你若是想杀老娜 那你得问问慈行寺同不同意 整个佛门同不同意 还请施主不要自毁前程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也怪我跟你太客气了 好强的气势威压 你是合体七的大修士 合体七 在老和尚眼中 合体七修士恐怕很厉害很厉害 否则也不会认为它是合体七的修士 殊不知在离天形眼里 合体七跟原因七没什么两套 我跟你拼了 你不会小成佛法三法印 居然会藏传佛教六字大明咒 你跟密宗是什么关系 你现在知道怕了吗 老娜乃是密宗弟子 你敢杀老娜 不仅佛门不会放过你 密宗也会让你生不如死 楼椅始终是楼椅 又怎么可能知道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 密宗是不会放过你的 他受的折磨 必将让你千百倍奉还 前 前辈 他身体膨胀起来了 想自爆是吗 但在我面前 你连自爆的实力都没有 我错了 我错了 前辈 求求您网开一面 三禅天的佛泰 这可是好东西啊 正好可以为冬天提升实力 他实力强了 以后为我办事来方便钱 感谢前辈救命之恩 我不是救你 我说了我不想杀的人 不管是人是鬼 谁都不能杀 前辈 你杀了他 收了他的元神 佛门和密宗可能会找你麻烦 等我报完血海深仇之后 我会主动去找他们领罪 这叫佛胎 不是元神 到了分神期才有的元神 这件事用不着你操心 你该干嘛干嘛去 这件事会有人替我解决 哥 你是不是偷偷给我买车买房了 我给你买车买房干嘛 想要以后自己去买 不是你 那是谁买的 会不会是追究你的皇上 他想偷偷给你惊喜 不可能 他家虽然有钱 但也没这么多钱 据说那房已经有主人了 还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 也不知道是怎么让对方卖出来的 是他 利天行看着合同上有些熟悉的自己 脑海中再次浮现出那道曼庙的声音 哥 你知道是谁了 嗯 既然是他给的那你就收着吧 要是不收其他人就该倒霉了 好吧 小兰 刚才辛苦你帮我把车开回来 今晚住我家跟我一起睡呗 这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你跟你爸妈说一声呗 好吧 哥 我们先回房了 等会儿吃饭再叫我们 此时他父母有的 还带回来一个人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女鬼白洛提 小天妈给你介绍一下 她叫白洛提 是我跟你爸新收的干女儿 自己离开吧 不要让我重复第二遍 你知道让我重复的下场 准 求求您让我留下来吧 我可以给你们洗衣脱地打扫卫生 这样伯母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是啊 小天 他留下来也能帮妈分担不少家务 妈也可以跟你爸专心管理工程 好吧 那就收敛好你的脾气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厉鬼因为满含怨气 性格极其暴躁 在他面前跟温顺的绵羊一样 在普通人面前那就是穷凶极恶的猛兽 你进来之前能不能先敲门 要是让爸妈看到 我能留你 他们也不可能留你 对不起 对不起 当鬼太久了 忘记了 他确实忘记了 正当他准备想说什么的时候 厉天行便早已消失在房间 他自嘲地笑了笑 然后躺在床上 似乎正在感受着厉天行留下的余温 你这是在找死 他不是你一只小小的厉鬼能进于的 这次本座先帮你一条活路 还有下次本座定要面临满足 这张命还给你 他可以让你随时联系本座 记住 帮本座留意他身边的所有女人 白洛提不敢再有任何非分之想 连忙离开了房间 前辈 神龙驾这里确实有九转玲珑草 不过有一只极为厉害的妖物守着 我们死伤惨数 完全不是他对手 你们先守住 我马上过去 前辈 您终于来了 你就是中天口中的前辈 就是你要的九转玲珑草吗 你有意见 看到躺在地上的人了吗 他是我弟弟 如今因为你 他死了 赵兄 不可无礼 忠兄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不会过多为难他 九转玲珑草我不跟他下 但是这只妖兽必须归我 另外还要补偿些许丹药给我 完了 这不是厕所里打灯笼 找死吗 我跟你说话 你是不是没听见 对不起前辈 是我识人不免 让他冒犯了你 还要劳烦您亲自赶来 对付一只妖兽 是晚辈无能 无妨 对付妖兽也用不着我出手 还记得我之前答应过你什么吗 难道前辈临时下 现在就帮我提升实力 嗯 这次你将越过筑击 凝结金丹 前辈我没做梦吧 直接越过筑击成为金丹修士 要不是你实力太弱 我甚至可以让你成就猿鹰 这 这是猿鹰老怪的猿鹰吧 该不会是假猿鹰吧 猿鹰老怪实力这么强 怎么可能被他拿捏在手中 好像是真的 只不过被他封印了起来 看来他是想借用猿鹰的力量 为中天醍醐灌顶 难怪他如此信实淡淡 若是可以把猿鹰的能量 打入中天体内 还真有可能让中天 直接晋升到金丹修士 此人实力究竟有多强 中天这老家伙竟然偷偷抱住这么一只大腿 你 你想干嘛 你最好不要乱来 否则你会跟我陪葬的 多造 这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坟天烈焰 你不能这样放 综合佛门不会放过你的 中天你还不盘西坐好 中天不敢吃 赶紧考西坐地 随着人员不断地行让吃 中天赶紧将能量引导入丹田 在丹田之中凝结金丹 刚刚哈达麻的灵魂欲减碎了 这是佛胎都被灭了的征兆 宫殿也被毁了 肯定是之前那名邪修杀的 那名邪修不是已经身受重伤了吗 要不是我们密宗强者都在闭关 哪人就不是重伤那么简单了 密宗沉寂得太久了 只怕是人早已忘了密宗的威严 也是时候重现锋芒了 法会师弟此行寻找与我佛有缘之人 不成响尽遭遇劫难 佛门的威严已经荡然无存 诸位无相遵佛 封号禅世 你们下山去吧 谨遵世尊法旨 原本苍老的中天竟突然变得极其年轻 感谢主人再造之恩 今生今世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 就算您要我的命 我也可以随时随地给您 前辈法力无边 我等望尘莫及 忠兄您真是身怀大气欲了 以前我就知道你绝对不是池中物 一遇风云必定翱翔九天 忠兄说笑 前辈才是翱翔九天的神龙 在前辈面前我什么都不是 随着实力越强 中天才明白丽天行究竟有多谷 哪怕达到金丹镜 他依然无法看出丽天行的半分实力 主人我这就替您去取九转玲珑草 大老远就感应到有修士突破的金丹镜 没想到气欲如此之好 居然还有天才地宝 九转玲珑草 师兄不如把他们杀了 收了他们的魂魄 卫师妹我炼制招魂番如何 那是肯定的 杀人夺宝不就是我们最擅长的吗 邪修 你们莫非就是修行界臭名远助的 雌雄双煞 雄雄双煞是一对修炼邪术的邪修 实力已达金丹镜后期 专门干打架结社 杀人越获得够了 既然知道我们是雌雄双煞 你们既然不逃 还敢站在原地 我看你们是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师兄动手吧 主人救命啊 雄煞瞪着双眼 脸上满是震惊和不可思议 原以为中天就是实力最强的 没想到还有比他更强的 不可能 这是原英老怪劣质的本命武器 怎么会被你压制 你究竟是谁 金丹七虽然可以使用本命武器 却无法完全催动 现在就让我来教教你吧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雌雄双煞纵横修行界这么多年 如今却被利天行就这么轻撩 淡血尖就给杀了 这把本命武器你拿着吧 有了他就算遇到金丹后期的修士 也有保命的本事 以后为我办事也方便些 感谢主人 这是你帮我办事应该得到的 我这个人从来不吝啬 恭送主人 实力你们也看到了吧 实际上我是他的奴仆 只要你们跟着我一起为主人办事 说不定你们的机缘和气韵也就来了 回到家他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通过窗户看了一眼外面流下的血迹 然后皱了皱眉头 屏蔽了天机 莫非又是他 能屏蔽天机的人 突然来到他家 还没伤害他家任何人 利天行实在想不到除了他还有谁 估计是因为使用重魔大法的原因吧 才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之前还对利天行亲近有加的白洛提 现在连看他一眼都不敢 小白要不我们给你报个兴趣班吧 你一直待在家替我们干家务 也不是个事 不用不用 我实际上有设孔正 待在家挺好的 他是鬼 外面的浩然正气以及浓郁的人气 根本不是他能够承受的 那好吧 我们也不勉强你 主人飞银商会 今天拍卖一株千年合手 好 我马上过去